你现在收看的是参谈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中想参谈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引擎记录治疗库独立制作 我们通过人物的专访 带大家了解到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 然后我们在讨论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更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您的捐款将会让我们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深度的报道以及讨论 也让我们一起来听见微小的声音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其实讨论过好几次 台湾的渔船 当然它是用全一号的这种 全一船的这种方式 在渔船上面工作的这些外籍的渔工 他们其实不受相关的这个法律的保障 然后呢其实也没有WiFi 所以让他们在工作上面 其实在劳动的保障上面是有很大的问题 甚至在心情上面 在跟外界联系上面 也受到了非常多的限制 那当然在讨论这些渔船的时候 其实也让我们想到 在台湾的这些本国级的船员 当然它不见得都是渔船 而是在海上工作的船员 他们的工作的形态要貌又是如何呢 他们是不是也会受到牢基法的保障 或者是他们的对外的联系连结 是不是也一样受到各式各样的限制 那前一阵子在7月2号的时候呢 就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 就是中钢船 这个船运的船员 他们其实下船之后就被资方断保 就是断掉了这个劳保跟健保 那这些目前被断保已经超过了100天 那资方的说法是依法行政 所以这个法到底是什么法 为什么说断保就断保 那所以他们也到了这个10月9号的时候 去劳动部抗议 希望能够讨回公道 那但是后来这个事情 当然没有直接的去那个长期的业述 可是似乎也没有得到应该要有的解决 那这涉及到台湾的这个工作的权益 特别是我们的船员在外海工作的 面临到了一些问题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要来邀请参与这一次的 这个抗争的中钢工运的 中钢工运工会的这个理事长 王庆宏王理事长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理事长你好 管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OK那我们刚刚一开始也提到说 这个您曾经到这个10月9号的时候 到劳动部去抗议 那这抗议其实也谈到这个 刚刚谈到这个断保的问题 各位请理事长先简单来告诉我们当天的诉求 那为什么资方以前是有保 那后来就变断保了 就是说这个这个 我们知道劳积法 他应该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这种关系 为什么他说断就断了 是老师跟您报告 也跟各位观众朋友解释一下 其实中钢运通 在工会成立之前 我们工会是107年7月成立的 在工会成立之前 各位可以去搜寻看看中钢 有关中钢 还有中钢运通 其实他的网路上面不管是Google到的新闻 都是正面的 但是一直到工会成立之后 开始面对到很多的挑战 那中钢公司它成立28年 然后它是中钢100%转投资子公司 它是中钢最赚钱的子公司 从成立到现在 每年都赚超过二三十亿 那EPS都非常高 那在中钢 他们前几年不赚钱的时候 中运每年的获利 二三十亿 其实对中钢整个集团 益柱非常大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 这一些在第一线辛苦打拼的船员 始终被中钢认为是 很像是契约 很像是契约工 很像是承揽工 被排除在外面 也因此中钢运通 它成立了28年来 在过去 船员是没有生病的权利 没有病假 没有植栽 有报过植栽 然后我们的船员 办公室有的 所有一切的福利 基本上船员通通被排除在外面 就是因为定期起源 那当初中钢运通成立的时候 所有来面试的船员 他都允诺是终身雇佣制 还不会中断 但是当工会成立之后 因为开始去争取 为什么船员都没有休假 像以我本身为例 我在船上跑船跑了八年 我从来没有休过一天假 那甚至连病假都不能请 因为当时又最低的人员编制 所以我们就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所有的工作 在你正常航行当班八个小时之外 都是责任制 你必须要把你的工作都完成 那因为人力精简 所以那个船上的工作负荷是非常大 经常性都会有过劳 强迫劳动 甚至船员因为比较封闭 大家都没有任何的 那个劳动法的概念 所以就被全台湾的航商 基本上都垄断的市场 那过去中纲运通一直有投保 但是当他发现说 我们工会很积极的去 让会员知道说他的权益 基本的权 就是基本人权 他们要去捍卫的时候 然后中纲运通就开始 透过打压 然后透过很多方式 就是希望能够抑制工会的成长 那也因此就产生了 这一次的断保的事件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原本他就是承诺你们 都会变成一种忠生雇佣 那如果谈到忠生雇佣 我们都还觉得 他就是应该符合 这个劳基法的保障嘛 可是当你的意思是 刚你们开始组的工会之后 然后开始抗争 那就把你们有某种 上次一种秋后算账 或者是重新再去解释 那个现象 那就是把你们断保 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 这个没有受到 你们这样的做 你们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类型 是没有受到劳基法的保障吗 或者是说没有固定 一定要有这些劳保 跟健保的这种规定吗 那他可以说断就断吗 好 那我们一般的劳工 在陆地上都知道 劳基法是劳工最低的标准 那裁员的工作在海上 基本上是一个很封闭 我都一直把它形容成是海上监狱 船员在海上吃风喝浪 然后船每天 其实是风险非常大的 然后职业灾害是非常高风险的一个环境 结果当船员说我要适用劳基法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 就表示说船员法 它的修法的进度 严重落后劳基法 台湾的航商 包含说中钢运通 他们都一直在强调说 船员是适用船员法 但是实际上 从工会成立到我们 现在劳基争议不断 然后不停的到法院去诉讼 其实中钢运通 它都是选择性适用船员法 也就是说在船员法里面 所有规范 我举例好了 像是船员法33条 船员 它就是7天要有休一天的 很像我们的立休假 天的休假 然后34条国定假日 它一年有19天的国定假日 然后37条船员法规范 就船员只要做满一年 它就有几年休 这一些我跑船八年 一直到现在 我们中钢运通的船员 没有一个人有休过假 一天 那也因此 在我们就是工会 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要求的其实都是希望 能够符合法规最低的标准 那也因此 当劳基法 今年是第40年 大家都希望说 劳基法是恶法 然后希望把它修缮 但是我们只是很卑微的说 能够 适用 基本的劳基法 那在 劳基法 适用与否 我们其实 并不是说 我们要求说 要让资方增加 什么成本啊 或者是 去要求要调薪啊 或者是 那个年终要 要多几个月 都不是 我们主要希望的是 船员 他本身就是长期聘用制 我们公司的船员 从公司成立到现在 有的年制28年 但是每年都签一个定期契约 这个 基本上应该是遇不到这种状况 所以 你们有两个法令 可以规范你们 或是做保障 就是劳基法跟船员法 但是资方 他会选择性的使用 在不同状况 使用不同的法令 来跟你们维持 或者是做某种的规范 跟保障的关系吗 是的 OK 所以在你们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场合当中 事实上也提到 你在船上 有工作了8年 然后当然 我明知道 渔船会有他的这种 船员的工作 或一些专业的特殊性的 所以 也许他会觉得说 有专门的这个船员法 来做保障 可是在劳基法 可能是一个 劳工基本应该要权益的保障 其实这个部分 反而是 他好像可有可无 可有可无 导致那个基本的保障 他可能也因此而就没有了 那可不可以请你来 简单的再告诉我们说 你自己在这个东刚船运的 这个工作上面的内容 是什么 曾经做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你刚刚谈到8年的时间 那当然现在已经 应该是算转成 地勤的这个工作了 然后呢 大概会遇到哪些的工作呢 或是有哪些的职安的风险呢 OK 好 那我在中刚运通的船上92年退伍 就进中刚运通 就从实习生一直做到大副 那我的工作每天除了八个小时的定期的 就是航行当职之外 我还要做非常多 因为能力精简 然后多出来的业务 下班之后基本上要处理这些业务 大概一天的工作时间 都是12到16小时 哇 对因为它是责任制 你只要没有完成 基本上你就是自己要找时间 去把它通通都做完 因为船24小时都要维持正常的航行 所以我们只能够 到船上去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就是要配合船上的作业 比如说像是船舶靠港装卸货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 可能像我是大富 我就要为了装货 可能他装两天 我就48小时都不能休息 那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公司过往 在公会成立之前有非常多的职灾 因为他都没有通保 所以职员的工作环境 还有他的这种职安的保护 是非常不足的 会遇到哪些职灾 做什么样的工作类型 会遇到什么样的职灾 那为什么这些职灾 他连保险都没有 难道那些船员法本身 没有这些职灾相关的保障吗 好 船员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在台湾的整个劳动检查里面 你不会看到船员被 就是船舶被劳动检查 那过往 我们也有透过很多方式去找劳检 但是劳检就会用说 船员很多都是挂权衣船 然后另外境外国家国土的延伸 他们没有上船 然后当借口 就不到船上做劳检 然后台湾商船船员 也是没有旨在统计的 那也因为这样子 船上的环境基本上 除非有人就是在船上过世 然后刚好在台湾 那劳检才会上去 然后看一下 就是台智慧草草结案 因为船 他必须要一直维持 那个24小时的营运航行 赚钱 所以大部分的船员 现在在船上 因为检查非常 就是非常多 所以面对高强度的检查 然后高公尺的环境 甚至非常高压的一个状态 其实船员的自杀率非常高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因为很多的原因是权宜船的关系 所以权宜船当然知道这个船本身的国籍不是台湾 所以当然就没有办法用台湾的法令去进行劳检 另外原因会不会也是都在海上的航行跟运作 所以即使要劳检 也得要靠岸 那这会不会在劳检上面也会有一些困难 这就是很多劳检员给工会的回复 但是船舶无论说 除非他不回台湾 除非他外租船一直在外面跑 但是我认为就是像我们台湾的 像高雄港台中港台北港 每天有那么多的船舶停泊 那我们台湾船东他的船舶的拥有的数量 又是算是世界排得上名的 所以无论这个船他跑什么航线 他总是会回到台湾 OK 所以我们认为说在过往都是劳动部推交通部 交通部推劳动部 这两个部会互相推诿 那也导致说船员这个行业 也就是台湾商船船员 就很像是渔船船员 渔船船员如果记得这些组织 来台湾就是协助 其实大家也不会在乎渔船船员的劳动条件 对 我想这是一个在台湾海上工作 我想不只是台湾 全世界在海上工作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他考虑到这种 他的资本的方便 管理这些资方管理的方便 或者是他可以规避某些的法令 使得他就会有这种权遗船 然后大家都跑到明明是A国的船 然后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登记 所以这个A国的反应就管不了他 那这个当然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刚刚你也提到说 在船上会常常会看到 遇到这种自杀的状况 那除了这自杀之外 其实在工作上面的风险又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你们工作当中 我想在海上工作 一部分你会看到 他们要面对大海 然后有很多都要搬运货运 我们想说在路上在搬运货运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的问题 那船好像又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状况 那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高难度的这些工作 而且不只是体力活 还要去那种对于整个的风向 海向 你都必须要去适应 光是我们坐船都会吐了 都会晕船 那你们长期在那样一个地方工作 到底风险有哪些 会遇到哪些困难 好 那船上最主要的就是直栽会发生的 大部分都是像高空作业啊 摔伤啊 然后高温环境啊 然后密闭空间 噪音等这一些高风险 我据我的例子来说好了 我退伍后 我第一条上的船就中钢运通的船 然后我是有三副的证书 但是中钢运通它很特别 它跟其他万海阳明常狼都不一样 我们要坐船副的人上去都要先坐水手 那因为过往都认为我们 要坐船副嘛 然后所以我们的训练都是朝向 以坐船副为导向 但是当上船要坐水手的时候 我并没有经过 就直舔训练 船上的船员大概就剩我一位 然后那个时候船要开了 就是开船前啊 隔天早上就开 然后我的一上船就要当班12小时 但是并没有人对我做之前的训练教育 叫我直接去做高空作业 在货舱旁边就是因为它货卸完了 卸煤矿 然后它的空舱大概距离甲板30几米 没有任何防护器具 我就一个人在那边在深夜 然后拉去那个舱的周围去吹舱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 那以前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人力精简 台湾船员就是在一艘船舶上面 大概是三四十名船员 现在精简到说用最低人员编制 只有17名船员 所以船员一上去 无论你是什么职务 人家叫你做什么 你就要做什么 其实船上是一个很封闭的地方 很像海军这些 船长说了 大家通通都会服从 那现代的船员 又比我们以前跑船 我觉得会更辛苦 因为现在各港口 因为害怕污染 害怕海难 他做检查的强度非常高 也因此船员多了非常多文书作业 也迫使船员必须要用伪造文书的方式 去完成他每日必须做的业务 像在船上 我们船员到现在为止 全台湾应该都没有一艘船 船上有加班单 就是有加班单可以填的 然后第二个 中钢运通公司 他给船员的工时表 那工时表如果说你填超过了 然后他就 等于就是检查的时候 这个船就会被扣船 因为这个是国际上面 那个就是检查的重点项目 所以大家就会挪移 所以说你不挪移 你的船就会被扣船 然后你可能就会没有工作 所以大家被迫只能适应这个环境 所以你们超时工作也不会有加班费 对不对 因为都做掉了 对不对 这样就做掉了 从来没有一个船员领过加班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工会成立之后 中钢运通 我觉得国英事业的模范生 他跟工会有那么多的劳资争议 然后会有那么多的抵触 然后他们会做那么多的动作 其实就是因为要掩盖 我刚前面说的 就是模范生作弊的事实 OK 我觉得我自己也蛮好奇 就是说既然有船员法 那这个船员法为什么没有提供相关的保障 那另外一部分你们 其实前一阵子10月9号的时候 到劳动部去做了一些抗议 那这抗议劳动部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他们能够在法令上面 或者是在于刚刚谈到劳减上面 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或是保障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过头来 再来请教理事长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中钢运通工会的理事长 王庆宏王理事长 理事长你好 管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 非常谢谢王理事长 刚刚在上一段节目感觉有一点点紧张 没有关系 我们就是聊聊天了 大家就是应该是好好的把这个事情可以讲清楚 那我自己是有点好奇了 就是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就是会参加工会 那包括我们上礼拜访问的高一工会的科理事长 我就想说哇 你这个那么忙 而且又在急诊室 每天都像作战 然后很紧绷的状态底下 那为什么还要去参加工会 王理事长你为什么会加入工会 而且还担任了这个理事长 这个其实刚刚谈到 你们所遇到的状况 某种程度上面 你都不怕那种所谓的秋后算账 或是怕自己忙不过来吗 好 我会去参加工会 最主要原因是 我当初在船上跑船的时候 签了八个定期契约 那也因为签了八个定期契约 我就一直认为说 船员就不管是船员 或者是台湾劳工的劳动形态就是这样 你就是要跟雇主签约才会有收入 然后当你合约结束 你就没有收入 以前我一直认为是这样 那因为对于劳动法令的匮乏 所以当我到办公室 那也因此我就开始慢慢去看 为什么我过往在船上都没有休假 然后就开始去看很多劳动法令 然后最主要会让我想要从事工会活动的原因是因为 那个时候我在中运办公室 然后我前面这些人资的同事 他们在面对直灾 就是船上发生直灾的时候 他们第一件事做的就是去指责受伤的船员 然后就会开始不停的打电话骚扰 就说你现在怎么样啊 要来公司啊 想尽办法让这个人先断保 就告诉他说你这样子会占了我台湾 就是台湾船员的原额啊 还是你先断保或者你先离职 等到你好了以后再回来 然后就开始去看劳动法令 说哇天啊 就是过往我们一直习以为常 我们一直认为说就是这样 不然我自己我在某一次的上船途中 因为车祸然后受伤没有办法上船 那时候船要开了 我就去医院 然后就是做完一些包扎什么 以后我就回家 我也没有得到任何直灾的补偿 然后甚至夸张一点的 有很多船员是手指断掉的 大拇指断掉的 手掌断掉的 公司基本上都是用苛责的方式 苛责 苛责说你为什么不小心 为什么受伤 然后基本上都没有报职灾 包含说我自己工会的干部 现在就是在我们办公室上班 也是案情人员 过去他就是因为遇到这个状况 原本要离职 就是认为说我这公司的管理非常不能到 很不人性化 所以他就觉得这公司不OK 然后就想要离职 然后后面就到办公室上班 现在就是我工会的干部 我到了办公室之后 我签了八个定期契约 同样的工作 因为我是定期契约 所以我周遭的同事 他们都会有晋升 然后都会有调薪 但是每一次只要说 有比较好的福利的时候 就会跟你讲说抱歉 因为你是定期人员 所以一直被排除在外 那也因为这样子 当我自己成立工会 然后去争取不定期契约的时候 我们办公室九位的同事 通通都是船员调入情的 通通都转成不定期契约 我才知道说 其实这一些法令原本就有的 中纲也原本就知道的 但是过往他们都是用欺瞒的方式 一直用这种定期契约的方式去欺骗我们 让我们进来办公室 像我在中运办公室 签了八个定期契约 我认为这在陆地上 其实都不是常态 但是当我开始主工会 然后去到工局 要申请调节的时候 公司就说 好 让你们通通转成不定期 但书是什么 你们全部要同意减薪20% 为什么 他说因为这样办公室才能横平 办公室的都是考试进来的 你们是透过跑船 然后轮掉到陆地上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就是阶级的差异 那因为我受过这一些差异不对等的这种不公平对待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能够去帮更多劳工 能够争取属于他们的权利 那像我们工会的干部 几乎都是案情 以前都是船员 然后这一些干部 其实蛮伟大的 他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去争取的所有劳动权益 都是跟我们无关的 但我们的副委会 船员法里面56条规范 如果雇主 他事业单位有副委会 船员就要纳入 但是过往一直没有把船员纳入 二十几年都没纳入 那我们工会成立 我们就把船员纳入副委会 为什么纳入 因为船员的分母太大 700多人 然后办公室大概才80几人 所以福利金 因为我们公司的营收蛮高的 所以福利金很高 那过往船员通通被排在外面 等于大家就可以多分一点福利金 对就类似这些不平等的东西 在我们工会成立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去改变 然后甚至说工会一成立 也有很多 像我刚刚前面讲的 就是有受植栽的这些同仁 我就请主管再把他 就是请回来 把所有该给付他的这一些 那个理赔金 然后甚至他的 就是援领心智这些都结算给他们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我确实被非常多的主管约谈 然后也被无预警调职 然后也因为说希望去改变现在船员的 就是整个劳动条件 也被写了非常多的黑函 工事工会活动 确实比之前的工作忙碌 但是我觉得相对快乐很多 这个倒是一个蛮有趣的 就是更忙 但是而且风险更高 但是更快乐 我想这也是某种程度 某种的那种 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或者是作为一种工作的价值 这是这个其实是一个蛮重要 或者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那刚刚其实有在谈到定期契约跟不定期契约 就是所谓简单来讲 定期契约就是你的合约大概就一年一聘 然后时间到了就结束了 然后相关的保障可能也没有像这个不定期契约那么高 那不定期就是简单来讲是长聘制 这个长聘制就是他相关的符合 像劳基法的保障或其他保障 他都会有或该有的休假或应该都有 可是我还是有一个地方就是 那传员法到底在于你们传员工作上面的角色是什么 就是说传员法难道都没有办法提供一些相关的保障吗 例如说合约的刑事 例如说补偿的刑事 例如说伤病该怎么办 这个其实他传员法就专门在规范传员 或者是在做某种的传员 那这个东西都没有 就是说到底传员法到底是在干嘛 我是蛮好奇的 就是这边刚刚谈到说 受伤了还要 被责怪 那这个没有任何的 没有这种所谓的相关的补偿 或者是相关的这种 这种其他的这种 对你们比较正面的协助吗 好 老师其实 主要的关键点就在 主管机关不依法行政 我这个是现在台湾传员遇到最大的瓶颈 因为主管机关不依法行政 我举例好了 像传员法52条 它规范叫储备船员 那储备船员就是雇主要帮船员 及储备船员投保劳健保 那什么叫储备 储备顾名思义就是你在船上的时候 你就是作业中船员 你下来陆地上 在等待公司派船的时候 那时候你根本没有薪水 所以那个时候就叫储备船员 那中钢运通 他在工会去做劳资争议的过程里面 他发函到交通部航港局 询问航港局说什么叫储备船员 结果我们航港局 回问怎么会 储备船员 雇主认为他是储备船员 他就是储备船员 雇主认为他不是储备船员 他就不是储备船员 那这个 完全已经逾越了 他们能解释的范围 那我们的交通部航港局 基本上就是应作为不作为 不应作为积极作为 只要工会去询问他的 他就识问虚答 只要知方去问的 他基本上有求必应 所以那个承办人 他将船员 就是台湾船员 这个储备船员的身份 等于是直接拿掉 那甚至现在 也有很多民意代表 就是因为透过航商的游说 他现在要修改法令说 以后变成远洋航线的船员 他才能签定期契约 进行航线的船员 就签不定期契约 然后说这样子 对于船员是比较多的保障 为什么 他认为说如果船员 签不定期契约 就远洋商船船员 签不定期契约 他回到台湾 雇主就他工作 他要一直强迫劳动 他不能休息的 他这整个思维 基本上跟我们现在台湾 所有的劳动法令 基本上是违背的 那船员法 他作为劳基法的特别法 基本上 以刚刚我讲的 定期契约不定期契约 这个契约的定性 他是没有规范到的 然后不含说像是 船员的退休 辅恤 职灾 这些补偿 他也是没有规范到 然后上面就讲说 你应该回归到 那个 就依照劳基法 比如说退休 就是依照退休金条例 那 大概就是依照 那个劳基法的补偿 但是 我们现在的主管机关 确实就是 劳动部推交通部 交通部推劳动部 互相推为 让船员的保障 其实是真空 OK 在这里的问题 其实看起来是蛮大 特别是 刚刚也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断保 有一个部分 他们希望能够 你觉得他们希望能够 用更多的外籍船员 然后他其实也可以 降低他的成本 因为有保险 就是另外一种成本 即使刚刚谈到 他们你们的公司 好像也蛮赚钱的 可是能省 则省 大概就是很多的 这些老板 他可能都会有的 一些思维 那所以你们 这样的一个 抗议的过程当中 也特别提到了 就是中钢运通 会减少这种外籍 这个所谓台籍船员的 这样的一个 断保的这个部分 或是聘用 其实他是希望能够 改多聘一些 这种中国籍的船员 那为什么你们会有 这样的一种 说法 你们有任何的 这种发现说 就是要拼养更多的 中国籍船员 那这个 这个跟中国 或是跟其他的国籍 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就是反正他都是一个 外国籍的船员 是 我们之所以会说是中国船员 主要是因为比例上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 大概六十几名的中国籍船员 然后还有大概三四名的缅甸船员 那应该是缅甸还是印尼 对 因为中国船员是占我们外籍移工的多数 所以我们才会说中国船员 但是其实我们并不是针对中国船员 因为我们觉得中钢运通就是透过船舶转机 变成全移船的方式 要多征聘 多征聘 就是外籍的移工 然后来带台湾船员的工作机会 第一个降低成本 第二个可以有效的抑制工会成长 那第三个 也因为他们这样 会让船员觉得 只要他加入工会 只要他从事工会活动 他可能就没有下一个合约 因为船员 用被定期契约这个魔咒 已经捆绑了几十年 所以大家被奴役的训化的非常的乖 那甚至各船东 他们有一个船联会 只要你是A公司拉黑的 你到其他公司 基本上大家会互相照会 你就没有上船的机会 OK 这个当然就是某种的联合的封锁的这种做法 那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我觉得你们也蛮猛的 这8月中的时候就已经发起 这个罢工的这个投票 然后也通过了 随时都可以罢工 那不过似乎你们还没有立刻要走向罢工这一条路 看起来你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协商跟转环的可能性 所以在10月9号的时候呢 你们也曾经带着税袋 准备到这个老动部前面去这个买锅造饭 然后也特别要求要去协讯这个何佩山何部长 因为你们提到了其实现实也是如此 这个何部长过去也是参与过一些工运了 所以你们觉得他应该要站在功能的角度来去协助你们解决这个问题 那不晓得你们这一连串的举动之后到目前为止 劳动部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到目前为止 劳动部的师长那边他已经在安排就是劳动检查 第二个他将我们大概有34位在陆地上已经等待超过半年 都没有收入的船员 他等于把名单给了经济部 请经济部处中纲 让这些人恢复他的工作权 不要因为说他从事工会活动 然后就不给他们上船的机会 因为船员下船就等同失业 那如果没有主管机关的介入 其实基本上要再上船 真的都是要看雇主的脸色 那因为我们工会成立之后 我们台湾船员的会员入会率大概九成多 几乎全部的船员都是我的会员 所以我为什么前面讲说我们认为说中纲运通他要减少聘雇台湾籍船员 透过转权移船然后透过卖船的方式减少台湾船员的雇佣 确实是跟工会的成长密不可分 那他们就是期待说能够把那个工会就是看能不能彻底消灭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所有的会员都会害怕 大家都不敢参与工会活动 那我们这次的罢工其实蛮特别的 我们在罢工投票前我们并没有做任何的罢工说明会 我们就投了 像先前的很多航空业啊 他们就是会做罢工说明会 然后说服会员来加入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我们只是认为说今天如果他可以片面中断你的劳健保 那明天他就可以大量的采用陆籍船员 那这也是现在进行式 所以工会这一次的就是罢工投票 真的是蛮仓促的 但是因为仓促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会员的准备 包含说会员家属 包含说全台湾各工会的串联 我们认为说还是需要一些时间 让大家能够集结 然后共同来申援台湾船员的罢工 所以劳动部也开始安排做一些协调沟通的部分 当然也包括你们希望恢复这些船员 下船到上岸的船员的一些工作权 可是有一些根本的问题 是所谓的定期契约跟不定期契约 这个部分有办法去解决吗 因为这可能才是一个根本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们上一次要到劳动部 然后协讯我们的司中部长 要去确认船员的雇佣关系 确实是劳动部的权责 在2021年的时候 外送员他到底是承揽还是雇佣 劳动部主动介入主动调查 后面那个时候他们还在诉讼 那个时候还在确认雇佣关系的时候 劳动部就主动认定 外送员就是雇佣 那相同的 现在我们就发现说 那个时候劳动部 他会主动介入协助 就是因为社会大众舆论 让他压力够大 他才会协助 那所以我们那一天就是锁定劳动部 要求他要依法行政 而且这也原本就是劳动部应该要有的担当 但是到目前为止 就是我们工会107年成立到现在 我们认为船员或者是台湾劳工遇到最大的问题 都还是我们的劳动部没有积极的协助这些弱势的劳工 这的确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但是也是很多人在争议说 到底劳动部站在哪一个位置 站在资方这一方还是劳方这一方 当然劳动部要自己的考量 但是事实上从我们劳工的角度 当然是要在劳工的这一方 而且当劳工的权益受到保障 这个工作环境 他才有可能是快心快乐或者和谐 才有可能一起往前走 你这个东西不去处理 然后该有的权益不给 然后有很多受损的权益 也不会去持续的去解决 这个问题当然会很严重 就是当这种劳资关系 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面对的时候 这个问题 其实也会影响到整个 这个所谓的生产的量人 我想这应该这些 这些长官们应该都懂这一套逻辑 实在要不要做 可能还是有他自己的存乎一心 但都从我们角度 我们当期待这个要必须要解决 那万一这个完全都不理会 那或者在刚谈到要去帮你们去瞧 然后去协商 然后都没有下文 那怎么办呢 你们会真的发起罢工吗 就是反正你们罢工投票也都过了 那会采取真的要去做罢工这件事情吗 我们目前在规划一定会罢工 而且我们的罢工封锁线就是拉在中缸 中缸的外围 因为我们的船员进出是从中缸厂区进出 所以到时候我们封锁线拉在中缸外围 我们会封锁整个中缸的 它整个就是车辆的进出 至少让中缸知道说我们船员的决心 那在这之前我认为如果没有经过 就是多一些的训练 或者是罢工前的说明 我们认为贸然的罢工会让这一些定期契约船员 马上就是深陷比较大的风险 我举例如果它靠在中缸我们罢工 它可能一天两天就从其他行商那边去调一些资源的船员 就把它换下来 然后就终于契约 那因为过往的罢工经验里面 其实从来没有船员罢工 那再说远一点 其实世界上到现在为止 你会看到码头工人罢工 船员都只是喊一下 并没有真正的实施罢工 所以它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我们会加强船员的劳工教育 然后甚至串联船员的家属 那船员它其实还是有优势的 我举例像是船员下船休息 就在暂安休假的期间 它其实原本就是放无形甲 所以它动员的量能上面其实是很高的 所以这劳工 特别是我们看到船员的部分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这种工作的形态 那当然我们知道特别的工作形态 它应该可以有不同的法令去做规范 但是刚刚整个听下来 船员法对于你们的劳动权益的这些保障 事实上也很有限 那劳基法又好像看这个老板 他要用或不要用 或者是也没有强制说 他一定要是一个这种不定期契约等等 那当然背后 可能会考虑到所谓的省钱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他的这种成本的这种考量 那这个问题有蛮多 还需要再期待的去厘清跟解决的地方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也非常谢谢 我们的理事长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也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可以持续来关注这个议题 我想这个议题 其实跟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大的关系 那谢谢理事长 我们下回再会拜拜